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岁的女童小然被两名骑摩托的男子抢走 那这两个嫌疑人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临时起义现在还并不知道 从2016年1月4号开始 这则当街抢女童的新闻就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这件事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也让很多人震惊愤怒 其实我们以前也见过类似的新闻 但多数都被证实是耸人听闻的虚假消息 但这回不一样 一个5岁的女孩真的就被人给这样抢走了 那么事情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 泰克县警方说 事情要从一个小男孩的报警说起 2016年1月3号 9岁的男孩小天给警方打了电话 那孩子哭着说 他妹妹被人抢走了 而且是当着他的面抢走的 警察马上就赶到了事发地 那是一条乡村小路 四周都是田野 9岁的小天呢就坐在田野里头 断断续续的哭着 他把我妹妹拨上走 他的吃了 突然的吗 嗯 小天呢显然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在大家的安抚之下 他渐渐的平静下来了 向人们回忆起了事发的经过 小天说呢 事情是发生在1月3号下午3的钟钟 他牵着5岁的妹妹然然 走在小路上 一边玩一边往家里走 在离家还有几百米远的地方 兄妹俩呢 遇到了两个骑摩托车的男人 说他为我怒 他朝府洋载载载载载载 小天是个热心的孩子 他马上就停下来呢 朝这两个陌生人比划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变故发生了 我跟他指路的时候 他把我妹妹都包罪了 他要吃着 摩托车后座的那个男子 竟然一把抓紧然然 抱在怀里头 前面的男子呢 也顺势加大油门 要好 小天下意识地抓住了摩托车 并且大声呼救 小天被摩托车甩下了 不过他的呼救有了效果 附近的村民被惊动了 纷纷跑了过来 他们赶紧兵分几路 有人陪着小天报警 有人联系小天的妈妈 还有一路人骑着交通工具 就去追赶那辆驳托车 母亲阿兰急坏了 她说事发的时候 自个儿在亲戚家串门 就让孩子呢 自己先回家 没想到分开还不到20分钟 这就出了这样的事 而这个时候呢 村民被也驾驶着各种 交通工具沿路寻找的孩子 反正好几辆车 我们一直在沿着这双浦路 和这个205国道 一直沿着一直在等 警察呢也赶过来了 他们也加入到了 森巡的队伍当中 沿着的辆路 迅速出警 那是上西 上西跑 上西路过送鸡 然后送鸡过过都是双浦了 到双五镇 双五镇 就有一条105国道 105国道向南是泰克吗 在向北走 一直走走走走的 在105国道的三叉路口 警方失去了嫌疑人的行动 但是综合了解到的信息 警方已经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 嫌疑人光天化日的抢走一个孩子 这背后的用意让人不敢多想 更让人对孩子的安危 捏了一把冷汗 泰克县公安局呢 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商量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警方首先要弄清楚嫌疑人的身份 他们究竟是临时起义呢 还是早有预谋呢 这种情况 任何就是报复 有矛盾点 或者就是暂假 勒索 是故意做案 有特定的目标 或者是说偶然做案 遇到全世界 在这样城市里面大样 不错 才有紧急救命 没有 哪一个 感情救命 感情也没有 反正都小啊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入 去家里也没有知道 类似于什么恐吓 勒索了 所有现金的 没有这个类似信息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几个钟头了 嫌疑人并没有跟然然的家人联系 这就让警方对于孩子的下落 又多了一层担心 而案发现场呢 又只是一条村道 附近没有监控设备 这就给警方增加了难度 还好 警方顺着他们逃离的方向 一路追查 终于在距离案发现场 五公里处 有了收获 一家商铺门口的这个监控 记录下了一段画面 事发下午三点二十三分 有一辆摩托车 从画面上急迟而过 仅仅用了两百钟 就通过了这个路段 警方通过回放 截取了一针关键画面 并且在上面 有了重点标的发现 时间距离报警时间 只有几分钟 发现这两个人中间 夹着有粉红色的东西 然后这里多出了一只脚 就受害人的家里人 跟我描述 被抢的小女孩 当时的衣着特征 是上衣穿粉红色的上衣 然后跟这个地方 看到的粉红色的 应该是一致的 然后穿的是红色的鞋子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时间对上了 孩子的衣装也对上了 警方很是振奋 他们沿着这辆 摩托车的轨迹寻找 又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嫌疑人的模样 也渐渐的清晰了 监控显示 下午3点29分 距离案发大概过去了15分钟 嫌疑人驾车 上了105国道 向北逃窜 在这段监控当中呢 终于看到了孩子的头部和身体 嫌疑人的模样 也在高清探头之下一览无余 这发现让警方精神大振 他们继续查看监控 警方发现 案发一个半小时之后 嫌疑人的车辆 进入了安规省多博州市 那里距离然然的家 已经有80公里远了 来到博州之后 嫌疑人继续往河南方向逃跑 这都出什么了 嫌疑人这要去哪 警方心情紧张的追到了河南省商丘市 可接下来情况不妙了 1月3号深夜 在河南省商丘市乌强镇的一个加油站 警方找到了一段监控画面 监控显示 在当天下午5点41分 嫌疑摩托车在车里当中一闪而过 摩托车转弯的时候 警方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两个人中间夹着一个孩子 但是这也是警方能够追查到的最后一个影像了 最后他们消失在了夜色中 4号凌晨 对嫌疑人的追踪无奈的中断了 这个时候距离孩子被抢 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 嫌疑人究竟要把孩子带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想到这些问题 大家的心情就非常紧张 所以警方一刻也没有停下工作 他们连夜就把嫌疑人在监控当中的那模样打印出来了 交到了然然妈妈的手上 希望他能够辨认出嫌疑人的身份 但是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 看着嫌疑人和女儿的监控画面 然然妈妈自责到了极点 也担心到了极点 我带着孩子找不到 怕人家给拐卖外边 要腿和胳膊 弄湿了以后 哥大姐让起跑 然然的母亲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孩子的父亲也连夜赶回来了 阿兰觉得自个儿没有照顾好孩子 但说实话 孩子也不能24小时在父母的监管之下生活 谁又能想得到呢 孩子在自个儿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头 他大白天被抢了 渐渐视频传开了 历时间周边的居民是群情激愤 说什么的都有 愤怒恐慌的情绪在泰国县里头蔓延开来 如果这事再得不到解决 将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于社会治安的信心 也可能滋生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谣言 1月4号上午 当地警方的政务微博做出了一个举动 这个举动呢 让强女童事件进入了公众视野 也让舆论更加沸腾 1月4号上午 安归省泰河县官局在他们的政务微博上 发布了一则悬赏公告 他们贴出了两名男子的这个监控截图 以及被抢女童冉冉冉的照片 警方请求网友及相关微博转发 并表示会对提供线索直接破案 或者是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人奖励10万元 抢孩子事件刺激了很多人 很快 打鬼斗士 陈世徐 民兴赵薇 书奇 刘热英等名人 也纷纷转发了微博 女童被抢事件也成了焦点话题 于情愤怒之余也有人不解 为什么警方会在案发第二篇 对抢孩子案件公开悬赏呢 完全靠视频嘴押去 一个是难度大 小孩会不会受到伤害 这确实是都是危险的 是的 距离孩子被抢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了 这个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长 但是对于孩子自身来讲 每过一小时就意味着危险增加一分 那两人胆大包天的闲人究竟是谁呀 他们把孩子带到哪儿去了呀 悬赏通告发布之后 事情会有转机吗 距离然然被抢已经过去一天了 孩子的下落和处境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警方的公开悬赏 更让女童被抢事件成为了一起引发 关注的这个公共事件 就在全国网友都在关注事件进展的时候 安徽省泰河县警方那儿找到突破了 警方在视频截图里发现了一样关键证据 嫌疑人驾驶的那摩托车上它有一行字 摩托车尾部 就打地板 清晰地看到王新电动车行 然后向两个电话都看不清楚 王新电动车行 会不会就是这辆摩托车的来源呢 1月4号上午 警方对邻近几个县市展开了排查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叫王新的人 王新的在当地开摩托车修理部已经20多年了 他一眼就认出来摩托车上是自个儿的挡机板 而王新接下来所说的话就让人兴奋了 他指着那个驾驶摩托车的嫌疑人的照片说 这人我见过 原来就在事发前的三四天 嫌疑人和另外一个小伙子来过王新的修车铺 竟然是两个陌生人 这是不是意味着线索又断了呢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他们在周边乡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 并且有了一个重大收获 有人竟然认出了照片当中的汽车人 范某是谁 警方调查之后得知范某的小名叫大洋 他在2012年因为盗窃罪被判过刑 2015年4月刑满释放 之后一直在河北的涉县打工 很少回家 同学人说 2015年11月大洋带了一个河北女人王某回家 他跟家旅人说 这是他刚刚找的老婆 而且两个人一起啊 游从河北到泰河的一个轨迹 活动轨迹 然后在这里面检犯以后 发现还有一个这个王某军的人 也是河北省 邯郸是涉县人 与这个王某兰和范某 这方都比较密切 至此啊 这个三个重大嫌疑也不能确定 范某 王某以及小军 警方认为这仨人有重大嫌疑 警方马上就从安徽赶赴河北的涉县 并且找到了他们的落脚点 1月5号晚上11点 在一切布置妥当之后 解救行动开始了 在河北设县的一处出宫屋里边 警方抓获了嫌疑人大洋 他就是肩膀当中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 大洋被控制住了 那孩子呢 警方正着急的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了 然然竟然好端端的在被窝里 他迷迷糊糊的坐来起 看着这一屋子惊喜交加的大人 当听说大家是带他回家的时候 然然开心的不得了 警方和然然说话的时候 都忍不住笑了 紧张了两天两夜 这是他们最为放松的时刻 警方经过询问 确认了和然然睡在一起的中年女子 就是大洋的女朋友王某 女子同时 另一位嫌疑小军也被警方控制 至此五岁女同然然被成功解救了 而且幸运的是 她并没有受伤害 在河北安徽警察仍然在忙碌 而在安徽太和 然然的家里 有人专程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然然妈妈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1月6号晚上 依然是一个不免疫 安徽警方连夜 对几名嫌疑人展开了审讯 想要问清楚他们的作案目的 以及作案经过 而这三个人说出来的话 令人愤怒 原来他们抢孩子 真的是要去卖的 我是聪明 一样聪明做这样 我又围着一个情人 围着一个男人 又叫我现实 这个地方 大洋首先开了口 他表示自己是受到了感情的蛊惑 才会这么做的 大洋说呢 2015年4月 他出狱之后 通过网络聊天 认识了王某 并且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这就是大洋口中的红颜祸水 王某 王某年纪比较大 思想也比较脏 2015年12月 王某听朋友说 河北设向一个户人家 想收养一个女孩 别人想收养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王某偏偏就有这个邪念 他先跟这户人家联系上了 对方同意给五万块钱 作为酬劳 谈好家间之后 王某呢就操办开了 他把男朋友大洋 以及干尾的小军 都召集到了一起 提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在王某的安排之下 大洋和小军骑着摩托车 从河北设县赶回了安徽 在路边寻找作案目标 上午去村里边转 没有转到合适的 就是身边人有大人吧 吃了中午饭 还继续转 就看到是那个十来村左右 他拎那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他就梦路了 我就把那个小女孩抱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 监控中的那一幕 大洋和小军夹着孩子 疯狂逃脚 一路还到河北 但是面对天真的孩子 他们该怎么解释 自己的行为呢 大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低下了头 不知道他跟孩子说 送你回家的时候 会是什么心情 因为他已经离孩子的家 越来越远了 大洋载着孩子 开了24个小时的摩托车之后 在1月4号傍晚 到了河北的社县 把孩子交给了王某 按说王某应该会 马上将孩子出手 可是为什么警方上门的时候 孩子还和他们在一块呢 原来王某带着孩子 去交货的时候啊 出状况了 受验人也知道 这孩子来了不正 直接就拒绝了 这下王某三个人傻眼了 他们也没想好 该拿这孩子怎么办 警察上门了 这叫什么 自作自受 活该大洋呢 属于垒犯 责罚肯定更重 而王某和小军 作为案件的主犯和从犯 也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好了 孩子的这个精魂精力 回顾完毕了 他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1月2号下午 村子里头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杨杨在离家77个小时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一幕看得人心里头暖暖的 多亏了当地警察的细致 高效才让一起恶性案件有了一个问暖的结果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案件侦破之后 又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续 1月6号 因为几名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事件再次引起了关注 这天呢 一个名为中警安徽的微博 发布了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但是有些网友一细看呢 这照片没有做任何处理 他们就留下评论认为应该给被嫌疑人的头部打上 马赛克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当天下午呢 中警安徽就给出了回应 说他们再发了一条微博 给犯罪嫌疑人做了马赛克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马赛克的效果呢 是这样的 中警安徽这一次呢 索性给嫌疑人的头上打了几个证 马赛克 怎么说呢 还真的是挺任性的 但是这一举动呢很快引发了热议 有人说人犯的呢就应该曝光 人人喊打 但也有人发问 这举动是否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隐私呢 有争议其实是好事 这说明大家不仅既恶如仇 也很重视保护每一个人的正当权益 那么中警安徽作为一个经过认证的大危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维法犯罪肯定每个人都很厌恶嘛 对吧 现在就在一会儿不再接受其他的采访 以我们微博表态为止 周年安徽呢 在随后发布的微博声明当中 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 他们表示 隐私是遮羞布 不是挡箭牌 对于罔顾公众利益的行为 就有备要使其在公众面前曝光 公布闲人照片 对于发现影案有重大意义 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也应该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去还给被害者吃到的公平 中警安徽的这种做法呢 很有点饥饿如仇仗义直言的味道 不可否认 他的回应确实呼应了我们心中 对人贩子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情绪 但是从法理上说呢 这是否真的就欠妥呢 对此 打拐办主任陈世徐呢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从法律角度来讲 在未经定罪之前 确实不宜公开犯罪嫌疑人的肖像 但是具体到这个案件 首先是这俩人是非常明确的犯罪嫌疑人 其次呢 公安机关已经在两天前发布了悬赏通告 已经通过微博和微信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所以在这件事上 不给犯罪嫌疑人打马赛克的这个问题呢 不大 作为法律讨论 这个充满争议的后续呢 可以到此为止了 但是这件事留给人们的思考 不止于此 这三个嫌疑人 因为买家的一句话 就可以铤而走险 做出这么心狠手辣的事情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扭曲 但是买方市场的客观存在 确实是个巨大的诱因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的刑法修正案 才有了买方入行的规定 我们保护孩子 不仅仅是在事发之后去找孩子 去制服犯罪分子 更要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让孩子们安全的生活在蓝天之下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